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武装部队战报更新 过去24小时里 俄军损失1270人 4辆坦克,15辆装甲车 三日门火炮 两套多管火箭系统 80架无人机,47辆军车 10套特殊装备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后表示 俄乌冲突最终会通过谈判解决 但很难预测谈判时间 美国将会继续努力 让乌克兰在谈判来临时处于优势地位 奥斯丁说的优势地位 就是让乌克兰军队在前线能有一些进展 让俄罗斯认识到无法战胜乌克兰 目前乌克兰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美国援助乌克兰不会停止 并可能加大援助 给谈判创造条件 普京近日表示 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 他希望谈判基于俄乌双方在战争初期 伊斯坦布尔会谈的基础 按俄罗斯当时提出的条件 签署停火协议 但乌克兰方面不会同意 因为那个时候 俄罗斯的要求苛刻 让乌克兰放弃自己的部分领土 其实还是割地求和 历史上大多战争都是以谈判结束的 不非像伊朗战争 以推翻政权为目的 但谈判是建立在取得的军事进展上 谁在军事方面获得胜利 在谈判桌上就有更多的坏权 乌克兰也不是不想谈判 是还没有把俄罗斯军队击退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谈判 俄罗斯的要价很高 至少会保留克里米亚半岛和乌东大部分地区 不可能会同意撤回到2022年开战之前的边界 更不用想把克里米亚归还 昨天在文章中讲到 乌克兰想收回克里米亚只有这一次机会 他们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基辅不会与莫斯科就停火惊谈判 俄罗斯提伊斯坦布尔会谈没有任何意义 尽管双方的会谈确实存在 他们也不会同意俄罗斯提出条件 割让土地的事 不是乌克兰人的传统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 乌克兰一直没有放弃 他们坚信早晚有一天会把克里米亚收复 俄罗斯说的停火谈判不可信 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 还想吃掉东巴斯地区 就算俄罗斯控制了东巴斯地区并停火 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占领乌克兰的其他地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程 截止到下午 前线地区共发生了101次战斗 还有多场战斗仍在进行中 接触线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战斗依旧多发生在伯格罗夫斯克和库尔斯克 俄军可能在昨天控制了 多内斯克地区的卡利诺沃定居点 乌克兰军队在纽约村方向也有进展 从该村的北部已经打开了一条通道 进入本分场和村庄内 值得一提的是 本分场里一直有乌军在那里战斗 俄罗斯军队占领这个村子时 有少量的乌军没有全部撤退 以场区为防御攻势 与俄军进行对抗 现在已经与乌军独立会师了 只看这一点 乌军就已经取得成果了 接下来就是夺取纽约村 库尔斯克方向 乌克兰军队 仍没有拿下塞姆河南岸地区 那里的一千多名俄兵还在顽强抵抗 看来不到割腰子的时候不会投降 尽管俄军修筑的浮桥连续遭到乌军的轰炸 俄军还是能够或多或少的 将被困在锅里的俄军提供一些给养 战争打到现在的份上 谁想一下吃掉对方很不容易 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 乌坎军队在锅里抓俄 参考消息网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6日表示 俄军过去一昼夜 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消灭300名的乌军 并摧毁12辆装甲车 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战斗行动中 俄军共消灭敌军超过10400人 俄罗斯称乌军共进入库尔斯克12000人 又称被歼灭10400人 乌军这600人厉害了 能控制俄罗斯1300平方公里土地 而且还在推进 说谎时要考虑以前讲过的话 太随便会露馅了 乌坎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视节目中说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局势仍然困难 但情况有所好转 乌克兰军队成功阻止了俄军在该方向的进一步推进 从卫星照片和乌方消息的紧张程度来看 波克罗夫斯克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从上周初降温了 俄军在内里没有取得新的成功 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 俄军在过去的一周 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乌韩军队不能有丝毫大意 俄罗斯人正在向突出部 侧翼展开行动 并不是放弃了推进 占领波克罗夫斯克 仍是俄军优先目标 只是目前不具备深入条件 上途是难以最近两天出现的变化 在俄军的以往进攻中 都是先集中力量打出突出部 然后向两翼扩展 试图掐断两翼乌军的退路 逼其向后撤退 俄军完成战术后 把基础线拉直 然后反复这样操作 看起来进展很慢 但俄罗斯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用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从二月份开始至今 已经推进了30公里了 说起来有点不可想象 30公里的距离已经不短了 自阿富迪夫卡失守后 俄军每隔两三天都能夺取一个村庄 阿富迪夫卡的沦陷是乌军的重大损失 那里就是乌军在该方向的第一道防线 也是最坚固的堡垒 乌军自2014年就在那里防御 阿富迪夫卡丢失的原因 是当时乌军没有炮弹可用 美国援助中断 捷克找到的80万枚炮弹 还没有交付 在美国援助乌克兰是主流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一家私人军事公司 正在积极的招募前美军飞行员 到罗马尼亚空军基地工作 乌克兰飞行员正在那里 接受操作F-6战机的训练 该联盟由11个国家组成 分别是丹麦 荷兰 比利时 加拿大 博森堡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瑞典和英国 联盟从8月开始 为乌克兰训练F-6战机飞行员 报道称 美国国防航空承包商 德拉肯国际公司 在其官网上发布招聘信息 从军队中退役的F-6飞行教练 机械师和维护专家都可以报名 招聘信息中对飞行教练的要求 必须拥有至少2000小时的飞行时间 乌克兰F-6战机坠机后 西方会采取一些测试 来帮助乌克兰空军 上述报道中说的是招聘飞行教练 我认为是招聘的参战志愿者 我们平时换辆车开 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换一架更先进的战机参战 更需要时间磨合 所以确信 西方退役的F-6飞行员 作为志愿者将会直接参战 连工资都是美国私营公司之父 俄罗斯莫斯科郊区 奥丁左卧火势猛烈 据称与无人机无关 是放在车辆中的燃气瓶爆炸起火 不仔细看以为是狗 细看是俄兵 为了逃避无人机惩罚 俄兵练出了四只爬 最终还是为家属换回一辆拉达轿车 2024年9月10日 联合国将召开一年一度的大会 乌韩总统泽连斯基也许已经到达了美国 分析应该是从意大利走的 因为他在那里刚刚出席了会议 泽连斯基计划在联合国总部大会开幕之前 与拜登会晤 主要议题是要求美国放开援武武器使用限制 这是他在近半年重点提到的要求 明确的说美国不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乌克兰赢不了这场战争 援助武器授权是早晚的事 越早越好 他确实能够帮助乌克兰保护自己 对俄罗斯军队先出手 打掉他们用于袭击乌克兰资产 在此之前 荷兰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公开表示 向乌克兰援助的武器不是个限制 其实他们的表态只是形式作用 包括他们自己生产的武器 也有美国技术成分 美国不同意成不了现实 特朗普在最近的演讲中说 你们选我当总统吧 我赢不了选举 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国家了 这将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选举 我最好能赢 这不就是没有特朗普 美国什么都不是吗 说的还不够大 应该说 没有特朗普地球会倒转 给我20年还美国一个强大的美国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乌克兰研究专家 马尔普斯表示 如果美国民主党人哈利斯当选总统 他会延续拜登政府的对污援助政策 不会停用远程导弹 那么将军还会持续多年 但俄罗斯还会继续占领乌克兰更多土地 马尔普斯认为 如果特朗普在今年大选中胜出 那么乌克兰可能会被迫与俄罗斯谈判 并接受严重削弱其国家主权的条件 两种前景对乌克兰来说都不太理想 因此 泽尔茨基希望在拜登信任之前 争取到更多的承诺 加拿大专家说的和我们的分析都是一样的 哈利斯当选会延续拜登的援助乌克兰政策 可能不会在原有基础上加大力度 但不会让俄罗斯赢 特朗普当选是俄罗斯的期待 能从这场战争中或多或少 拿到土地收益 接下来就看泽尔茨基能不能说服拜登 这对乌克兰命运至关重要